烧腊双拼 油油亮亮 有叉烧 有烧鸭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有夫妻俩这个月12号 到北市公馆烧腊餐厅用餐 就是点了烧腊双拼 没想到妻子吃叉烧 咬到一半发现遗物 从口中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根长两公分的医疗针头 妻子曾补过的门牙处 还有些脱落 他跟口头上 各有跟我说就是一事这样子 所有的 其实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然后包括说疫苗 是什么样的疫苗 里面是什么样的 施打的内容物 我们都不知道 餐饮负责人向夫妻说明 是尚有养殖业者 在打疫苗时 针管断裂残留 事实上株枝打疫苗 会打在耳喉上颈 叉烧的部位也大约在这 经过屠宰批发零售 再到餐饮制作 针头可能因此就藏在叉烧中 不过胡先生质疑 事发后餐厅照常出餐 并没有停售检查食材 而事件也向卫生局反映 他们回复是18号 去做鸡茶的动作 然后这个中间过程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去 去有参与的动作 卫生局鸡茶相关食材 没有异状 当事餐厅事发至今 也照常营业 业者回应积极想了解 哪一批猪之出问题 但力不从心 没有停止出餐 很抱歉 世界因欠损失都愿意承担 并决定未来处理 生鲜加工品将以金属探测器 来加强贫控流程 另外通知中华民国农会 中华民国养猪合作社 零合社 加强辅导养猪户 预防注射针头发生扭断 留在猪体内时 该头猪应立即记号处理 避免屠宰后 随猪肉流入消费市场 影响饮食安全 不管医疗针头哪里来 任何消费者吃饭 吃到两公分的针头 总是觉得又惊又害怕 也担心还有下一个受害者 东森新闻刘伟成 叶明松蔡文恩台北报道